21岁瑞典女大神埃尔森站着阻止飞机起飞 不惜违抗飞安规定 原来是为了慎张正义 直到机上一名52岁的 阿富汗男子将被遣返回国 埃尔森出面为难民发声 透过脸书直播记录整个过程 正义妹挺身而出 获得乘客和空服员力挺 但延误起飞时间 也多次遭到部分乘客复职 获得声援让艾尔森眼眶饭泪 最后跟着阿富汗男子一起被带下飞机 但瑞典政府坚决贯迁返政策 就是要瞄准九月的国会大选 瑞典国会第三大党反移民的民主党 民调上和执政的社民党 只有一个百分点差距 极右派势力迅速篡升 未来难民庇护要遇到的困难 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再来请我向导的